《轮回忌实》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中 我们有多少人能暂且放慢一下脚步 冷静地思考一下 自己这个生命究竟为何而来 特别是现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为什么佛经中说的 三千年开一次的悠坛普罗花 现在开了 为什么一块巨石上天然形成了 中国共产党王几个大字 为什么现在的天灾人祸特别的多 为什么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为什么 下面所要讲的这个故事 想必每个人本性的一面都会明白 只不过我们经过无数时间的 在不同层次下走 和在人间的轮回转生 本性渐渐地迷失了 去把人间的虚幻和肮脏 当成了这个生命所应该追求的 在宇宙中 除了我们认识到的这个空间之外 还有无数不同层次的空间 在那些高层次的空间当中 生命都比人的生存的质量高得很多很多 如果超出三界这个范围 生命就可以不入轮回而勇得人生 永远在那个层次中快乐幸福地生存着 当然前提是不要做在那个境界中所不允许的事 如果做了 那也会被打下来的 那么在这个宇宙的内容很高的层次当中 有一个生命它掌握着 构成它那层天体一切的本源的因素 当师父为了挽救天体内的众生 从更高境界层层下走 经过这里的时候 他也甘愿跟下来 到了这个层次 他就显现出一个身体很长 带着胡须的道的形象 由于它的来源层次很高 所以下面低层次的生命也很尊敬它 一次 当他为了那个层次的众生 操心办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在那层天体中 发生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众神与将来到人间 传法的主佛签约 那种景象可谓是非常殊胜和伟大 但又极其严肃 因为这个宇宙偏离了法 就是出现了变异和不好的因素 与人出现越来越多的私心 导致社会道德败坏 环境也遭到了破坏是一个道理 如果这样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主佛珍惜宇宙的众生 带着最好最大的慈悲来了 当主佛说要层层下走 谁愿意跟随下到人间的时候 无数的神 当初的我们跪倒 都说甘愿抛下神的光环 愿随主佛下到人间 无数的众生都被他们的壮举 感动得落泪 因为对于神来说 下走就意味着降低层次 甚至意味着也许永远 回不到原来的层次了 这是神所最不想要的 但他们为了能挽救众生 还是冒着天胆 冒着甘愿失去神的能力 包括神通和智慧 甚至这个生命的一切 与主佛亲下约定来了 当时主佛给这些神 讲了很长的法 也做了细致的安排 正当主佛说 正法的事就这样定了 但还没有说完 最后一个字的时候 那个高层次来的 在这个层次显现出 道的形象的生命回来了 一看就明白了 于是赶紧跪下 求主佛允许他 也下到人间 主佛看他原来掌握着 构成很高层次宇宙的 本源因素 但正法的细节 已经安排完了 也不好改动 但他这个生命 也十分地重要 于是就看了看我 和另外一个神 慈悲地点点头 我也好像明白了 一些主佛的意思 也许这个生命 与我在以后的 不断下走和在人间 有些关系 他一看 主佛同意了 他的请求 十分地高兴 就这样 无数的臣 抛下神的光环 干冒着天胆 吓走 特别是 进到三姐之后 他们经受了 低层次的 生命的欺辱 甚至残害 同时 由于不断地 将本性迷住 他们也造下 很多的罪业 和干了很多的 不好的事情 有的甚至 做了很大的坏事 被销毁掉 真是可惜 在人间 这些神在主佛的带领下 开创了文化 奠定了今天 红传大法的基础 拿我来说 除了我在以前的节目中 所提到的身份之外 也转生过很多的 比较著名的历史人物 当然 很多时候 不一定是主元神 所转生的 那么就可能出现 今生的两个 甚至多个人 在历史上 是一个人的情况 或者说 有些历史上的 比较著名的人物 与我有着 直接的关系 或间接的关系 直接关系 就是我的主元神 也是当初 那个人的主元神 间接关系 就是我的主元神 是当初 那个人的副元神 或我的副元神 当初是 那个人的主元神 比如 中国历史上战国时期 岳王勾建的 卧心长胆 秦汉时期的 相庄武剑 三国时期的 赵云舍身旧主 晋朝时的 祖替文姬齐武 隋唐时期的 武将秦琼 皇帝戴宗 宋朝时期的 杨家将中的八姐 岳家军中的岳云 元明时期的 元帅徐达 画家唐伯虎 晚清时期的 石打开 还曾经作为书童 陪着苏东坡 游赤壁 亲眼见证 其写下赤壁妇 作为新契级 和文天祥的侍卫 见证一代文豪的 忧国忧民的本色 在非洲肯尼亚当过 部落的首领 在南非的好望角 那个地方当过船工 甚至在北极 转生过艾斯基摩人 还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 转生过 华盛顿将军的助手 所以对美国那方土地 很熟悉 其实还在中外 转生过很有名的人物 就不一一列举了 那个道 就是那个很高层次的生命 历经重重磨难 也转生到人间中土 与主佛结缘之后 又转生到世界各地 而且在欧洲和北美 转生的时间比较多 比如最后一世 转生成为一种 餐饮业的创始人 而且我在《波海之缘》 那一集中已经讲了 与他之间的缘分 此处就不多讲了 其实我们在人间的每个生命 都是为法而来的 当初坚信这个法 能消掉这个生命的一切不纯 能从根本上救了它 和其所代表的 庞大体系的无数生命 所以今天法轮功的师父 才不断地告诉他的弟子们 一定要做好讲清真相的事情 今天大法弟子们 甘愿付出自己的钱财 时间甚至生命 来慈悲地告诉您真相 记住法轮大法好 退出中共恶党 与其一切组织 这一切都是为了救您呀 为了使您能明白当初的誓言 吓到人间童话大法 唤醒您的良知 这些修炼者想尽了办法 包括我所做的这个系列节目 目的就是希望您能够明辨是非 为了自己能够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也是当初您刚要下走时的最大愿望 最后送给朋友一首 我2003年写的一首小诗 同飞天雨 伴着祥云一起飞 大穷众生叛逆归 多少欢笑多少泪 化作无限的慈悲 希望朋友都能明白真相 做出自己明智的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